一样的长行桌 两位医生谈的同样是防疫差别 却不只是背板颜色 光是对口罩配给意见就大相敬敬 现在的供应量这样足够的情况下 大家先用看看 被向要一天一口罩 陈时中反击 为何不是36小时一片 两人对于口罩产能 是否充足支付美人一片没有公事 可批在针对欧美境外一路 确诊 拼船开展 那这境外一路大部分都是欧洲跟美国 因为事实上你把整个时间统计起来 从中国大陆进来的大概12例 11例左右 所以欧美境来是超过10倍 为什么会载线措施 你差距很大 差距越大 当然你就会觉得很紧张 就表示说当时在防疫措施上 我常常说对美国跟对 要采取一样的标准 所以有时候还是平时专业 不要被政治扭曲掉你的专业